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北韩进行第六次核事引起国际社会高度散谈,美日两国预向联合国安理会提案,打算对北韩实施石油禁运,但中国与俄罗斯却认为应以谈判代替施压,态度暧昧地否决美日立场。 据日媒指出,中国官方媒体《环球时报》在四日曾发表社论,表示禁运石油空导致中国与北韩间全面公开的对立,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,而该篇文章已经遭到删除,原因不明。 据日媒每日新闻与日本版路透报道,《环球时报》于四日以中国该如何应对朝鲜新核事为题,发表了一篇社论,内容指出,在北韩进行核事后,联合国安理会必定会讨论相关制裁,但我们认为,尽管中国社会对朝鲜被韩巨行新的核事宴很生气,我们还是要避免冲动。 中国不应轻易同意对朝鲜采取类似全面禁运的极端制裁手段。 文章指出,就算中国采取切断对北韩的石油供应、关闭边界等行动,也不能确保可以阻止北韩,但中国与北韩间全面公开的对立将很可能发生,会成为一段时间内朝鲜半岛议题最突出的矛盾,也实现了美国与韩国想将北韩问题外包给中国。 中国的目的,而这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。 然而,这篇文章已从环球时报上删除,只剩在新浪新闻与其他中国网络媒体上可以找到转载过的原文。